大家今天要來介紹一下我們小提琴琴弓 這一塊木頭的介紹 我用的這一支弓就是我們最一般 最便宜的那一種弓 因為構造都一樣 我們都知道這一個是可以調整鬆緊 我們調緊 基本上調緊的話 我們轉緊一下 其實它就是讓我們的拉咒的時候比較有彈力 一般是拉快歌要弄緊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要拉抒情歌你要放鬆 放鬆的話它拉起來聲音會更柔和 只是變得比較不好控制 這個所以都可以自己嘗試看看 基本上抒情歌我們放鬆 然後快歌我們拉緊 好那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說明這一個 像有人有時候有客人會反應說這個開開的 那我們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構造 這個構造其實就是我們把這個轉起來 它是變這樣子的 它是一個有螺紋有沒有 那拿起來 你會發現它這邊有一個螺紋孔 原來它就是這裡有個洞 穿進去然後用這個螺紋去控制 所以我們才可以控制這個滑洞有沒有 這個滑洞 所以就可以控制我們公毛的鬆緊 那如果是有時候裝上去 這個開開的像這樣開開的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就是把這一個 這一個鐵塊啊 這一個鐵塊是長這樣子的 它是 我這邊有拆起來的 它是長這樣子的 它是一根它也是直接 連在我們的這個 這顆木頭的下面 像這樣子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 它是直接連在這上面 然後這邊拆開的話 這裡就一個洞 拆開 好 我們拆開給各位看 這裡就一個洞 它是 這一個 這一個零件啊 就直接鎖在我們這個洞裡面 所以呢 這個洞它是可以去控制它的高度的 那基本上如果我們 我現在把它轉高一點 裝給各位看 好 我們現在轉高一點 裝上去 有沒有 它鎖起來的時候啊 鎖起來的時候 它會更 更鬆啦 因為其實它就 等於是沒有卡很緊 所以你轉的時候會更好轉 轉的時候更好轉 可是這邊就會有一個縫 那這個縫其實是 完全不一樣使用的 你只要調整的時候可以鬆 可以放 放鬆 可以拉緊 這樣就是正常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縫 覺得不喜歡 你就是把它這樣轉起來 我們再把它拉起來 我們記得一個口訣啦 就是順緊逆鬆 順 就是變緊 它基本上在這裡變緊 它就是往下轉 因為往下就是轉緊嘛 螺絲轉緊就是往下轉嘛 這個應該很好理解 順時針就是緊 好我們再把它轉個兩圈好了 那如果你轉太緊或轉太鬆 可能會鎖不到孔 這個也要注意一下 好 轉好 再轉進去 轉轉轉轉轉轉 好你看那個縫就不見了 那可能有時候你把它弄得太緊的時候啊 可能會鎖不到孔 或者是你在轉的時候 它就會刮到這根木 就是我們公桿本身啊 就是刮完之後 變成這邊可能會有一個痕跡 因為就被它刮到轉太緊嘛 那這個基本上都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所以如果說這個有縫的話 就不用擔心 這個不是故障啊 就是本來就是可以調整的 那基本上那個縫如果不在意的話 稍微轉鬆一點 讓它有一點點縫的話會比較好轉 上下就會比較好轉 就會比較好轉這樣子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公桿這一根 這個細縫的介紹 那還有一個重點要講一下 就是我們轉的時候啊 你千萬不要讓它這樣轉兩三圈 這個我在其他影片有介紹過 不要這樣子 讓孔毛是有旋轉的去裝哦 你這樣裝上去孔毛 有旋轉這樣拉起來 聲音會非常的不好聽 會有很奇怪的聲音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它 孔毛整個放鬆 讓它完全沒有去旋轉到的狀態下去裝 它孔毛才會整個是平的平整的 這樣平整的 好基本上只要了解這個原理的話 這個勤工的部分就已經沒什麼問題了 勤工基本上如果真的有故障的話 都是指這個啦 這個孔毛整個脫落啊 或這些什麼金屬很脫落 那因為這個都是真正的木頭做的 我們的孔全部都是木頭 沒有塑膠 所以基本上都一定會有一些什麼 小坑洞啊之類的 因為都是木頭的嘛 那如果是塑膠的話就會比較漂亮 啊但我們就是 基本上是不賣那種塑膠的 或者是就要換這種烏木的有沒有 這種就比較精緻 可是這個單價就高很多 像這種工的話就可能有一些 木頭本身的一些 坑坑洞洞那個都是正常 只要它在轉的時候是不影響使用就是正常的 就是 不要 不要太完美主義這樣子 因為畢竟它是木頭 它不是塑膠 那如果真的要漂亮我們用塑膠的話 其實就是會影響它拉皺的一個重量配重 但是就沒有坑坑洞洞 但是基本上我們還是以好拉皺為主 不會為了說要漂亮就是用一些比較不符合我們配重的東西 好這就是我們勤工的介紹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詢問喔